我国社区冠病病例近期暴增 政府将收紧部分防疫措施 并加强检测工作 以减缓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速度 工作场所后天起将禁止所有社交聚会 从下星期一起 在餐饮业、个人护理服务 以及健身房等领域工作的员工 必须每周接受强制性的定期快速抗原检测 记者洪宝林报道 我国上个星期的社区新病例达超过1200起 比前一周多近一倍 联合领导政府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的 财政部长黄寻才表示 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 病例可能在两周达1000起 一个月后达2000起 为了让当局更快政策和唯独确诊病例 高风险行业如餐饮业、美容和个人护理服务业 以及健身房的员工将增加进行强制快速检疫检测次数 从原本的每两周一次缩短到每周一次 政府接下来也将要求更多经常接触社区的员工 例如零售业员工、送餐员 以及得适合私照车司机 每七天进行强制性定期快速抗原检测 政府将支付所有检测费用直到今年底 为鼓励员工定期做自我检测 政府将分发快速抗原检测仪给工资 到时每个员工将获得八个 每周进行一次检测为期两个月 另外,如果有员工确诊并曾回返工作场所 雇主就必须实施居家办公 期限最长为14天 这意味着所有能够居家办公的员工都必须这么做 并且应该减少社交聚会 只有在进行必要服务时才外出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林报道 本日是在进行必须实施居家办公宝 最新的二讨厌 我们下回到这一期时